大家好 我是艾迪先生 那之前有教各位 一个非常理想的电线接线方式 那当然了 这个接完以后 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结缘 那尤其是在户外使用的话 这个防水更重要 那我今天就来为各位示范 要如何做一个结缘 那最理想的状态 我们还是要这样子 就是说在上面上点席 那上点席的话 就是说 你可以采用这个 电锣铁 最理想的方式应该是用电锣铁 那可是我们在户外配线 有时候就说 不是那么方便 那当然也有那种是无线电锣铁 装瓦斯的电锣铁 或是家电的电锣铁 充电的 可是一般人不会有 那我们该怎么做 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上面 先涂一点这个 这个是焊锡油 先涂一点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焊锡丝 把它绑在上面就好了 好 那再来呢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打火机 把它烤一下 把它烤一下 准备 就好了 所以我们可以用电锣铁 去点锣铁 然后可以用电锣铁 去点锣铁 再过去点锣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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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焊息已经充分融入这个电线上面 那就可以让这个打电效果更好 也比较不容易有节点氧化的现象 那这个节点我们处理好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必须要做节圆 那节圆的话 我们可以去买这个热收缩套管 那我这个热收缩套管是透明的 我喜欢用透明的 因为可以看到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 基本上透明跟不透明是无所谓的 那因为我们今天在示范嘛 那我想说让大家看得到里面 那在加热收缩套管之前 我想要来教各位一个不错的方法 就是说你要去拿这种离形纸 像这种交货变它撕下来有没有 这个就是有离形纸 因为我常常在用这个交货变 那我们可以在上面画一条 用这种交货变这样拉一条 有没有看到 你就可以做一条这个这样子 然后我们把它对折 对折 把它压一下这样子 让它冷却一下 等它冷了以后 我们才能把它拨下来 它冷却的差不多的话 我们来把它拨开来看一下好了 有没有看到 那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取到一个热熔胶的薄膜 我们取一段好了 先取一下 好 那我们需要的不用这么宽 我们就是说 可以把它减一半就好了 如果说太宽的话 就减一半 其实这种东西 你平常可以做着备用 有没有看到 就这样子 在这边干的比较清楚 有没有 好 那 你可以把它绕在这个上面 在这个接点的前后 把它卷 卷这个热熔胶的薄片 这样卷起来 卷两三层 有没有看到 这个就出现了 有没有 好 看清楚 那这边也是 大概两三圈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这样子 有没有看到 好 这边跟这边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刚才 这个套管 把它套进来 好 我们来把热缩缩套管套进来 好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 接点前后都有热熔胶 还有外头有热缩缩管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 对它做一个加热动作 加热的话 你要从一边开始加 你不要从中间 从一边开始加热 好 那这时候这个热熔胶已经溶解了 溶解了 然后粘得很紧了 然后你继续过来 过来让它 让这边 就慢慢这样让它过来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绝对不要从两头 因为你从两头的话 里面的空气没地方跑 加热的话 然后它要收缩 没地方跑 就里面会产生气泡 那这样 这样的话 收缩管收缩 然后里面又填充这个 热熔胶 那这样就可以 有一个有效的 一个防水方法 我是觉得这样比较理想 因为光是用热缩缩管 还是有那种 漏水的可能 那这样应该就不会了 好 那今天为各位示范 户外电线接线的防水方法 希望各位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按按赞 也别忘了要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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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